好 今天想說下有限公司的集資方法 考試的範圍有兩種就是發行股票或者發行債券 其實對有限公司來說它都是收到不錢 去應付它業務所需 但我們作為一個投資者 我們究竟要選購買這間公司的股票 還是買這間公司的債券 要搞清楚其實是有分別的 如果你買股票的話 其實股票都有幾種 我們一般來說就叫普通股 你擁有這間公司的普通股或者叫股票 其實你的身份就是老闆 通常就是這間公司的創辦人 他拿著大部分的股份就叫大股東 相反如果公司發行債券你買的話 你的身份只不過是一個債主 即是公司和你借錢而已 借錢是什麼意思呢 是要還的 通常債券上面都寫一個年期 多少年有些很長的 可能十幾二十年的 但是都有個年期的 到時就會還清的了 到時會給你一個本金 公司就跟你無拖無欠了 好接著拿股票 既然你是公司的老闆 即是說公司賺大錢的時候 例如盈利高 你是可以獲得很高的股息 公司可以賺大錢 不就派得多 就算公司不派息 如果是賺大錢的話 都會反映在股價上面 你也有很大的得益 所以成功的公司股價可以升了幾十倍 幾百倍甚至過千倍都有 可以賺取最大的回報 大前提當然要公司賺大錢 相反你買公司的股票 只是公司和你借錢而已 賺多少都是不關你的事 你只是收取每年固定的利息 和到期的時候拿回本金 這些你買債券的時候都會寫明 例如每年派利息5% 到20幾多年之後拿回本金 通常單位是100元 債券的回報叫利息 相反股票的回報就叫股息 是浮動的 可以賺錢的時候派很多 有辣有不辣 賺大錢的時候回報就最高 大公司你是冬主要承擔風險 股東的話 所以公司沒有錢賺的時候 可以不排息 甚至股價會跌的 相反債券就無論公司賺錢蝕錢 其實都不關你的事 你都是收固定的利息 和到期拿回本金 所以相對是較低 但不要搞錯 不代表沒有風險 為什麼呢 舉個例子例如恒大破產的話 跟你借了錢一樣可以不還的 所以就去到最後一個情況 就是說如果公司真的做不住了 它會做一個程序叫做清盤 就是說公司要倒閉了 現在就是把所有的資產拍賣 套現之後按著次序還還給 有關人士的 根據香港法例的次序 其實債券如果公司還有錢的話 是要先還 股東的次序是最後的 所以通常最後股東都是血本無歸的 如果真的公司清盤 然後我們看看一些 Path paper和可以暫停一下 看看自己是否懂得做 那麼這些題目難的地方 你是看針對誰 對現有股東來說 債券有什麼優點 和相對發行股票 我們說第一個是錯的 因為這間叫公眾有限公司 就是說可以向公眾發行股票 街外人拿著這些公司的股份 所以法例上每年都要公佈他們的資料 讓街外人知道的 所以要公開A是錯的 好了公司清盤的時候 對股東來說 他們不會拿回他的資本 剛才說過了 他們的次序是最後的 所以B也是錯的 第三點應該都是不知道的 我們知道債券是一個固定的利息 但是是否一定比股息低呢 剛才說過了 股息高和低應該是和公司的盈利有關的 所以是無從比較 所以都是錯的 所以答案就是D 因為剛才說過發行債券 拿著債券的人 只不過是公司的債權人 或者債主而已 他們是不可以干預任何公司的運作 公司的控制權 仍然在股東 即是公司的東主身上 說多次債券的持有人 其實就是公司的債主而已 他們不是公司的股東 或者是東主 接著看一下長題目 就是問你 說兩個理由債券的優點是相對股票的 什麼人會買債券呢 其實都是一些 傾向喜歡穩定的人 即是每年固定收息 你每年收多少利息 以及到期拿回本金 你一買的時候已經清楚了 所以是相對穩定的 第二個就是剛剛才說完 如果公司真的清盤倒閉的時候 債券持有人 是先過股東拿回本金的 下一題都是做比較 股票有什麼地方好過債券 以及有什麼地方是差過債券的 優勝和不足之處 這些題目最緊要搞清楚 是從老闆的角度 我為什麼 同樣是集資拿錢 為什麼我要發股票 就不發行債券呢 有什麼好處 首先如果我發行債券的話 無論我虧多少錢 但是我都要有義務 每年都要還利息 因為債主是借錢給我 不是給我承擔風險的 相反發行股票 我就多一些選擇 我不賺錢就不派息 那就比較靈活一點 好了公司減少一個固定的支出 但是發行股票都有一個風險的 尤其是一些公眾有限公司 不斷向家外發行股票 如果你的股票在外面被人買了大部分的話 有什麼問題呢 就是人家可以踢走你的 歷史上都試過 例如蘋果公司的創辦人喬布斯 就是被他自己公司的股東投票踢走了的 所以這些公眾有限公司 即是上市公司 就算公開發行股票 大股東自己都要保持三至四成這樣 來保持對公司的控制 就不會說自己拿著1%的股票 然後發行99%的股票 外面集資 這樣是很明顯的 然後到最後一種的 生產組織就叫做公營企業 即是和政府有關的 只要分開兩種 第一種就是叫做正式的政府部門 他們是跟回好 固定 甚至叫一些僵化的制度去運作 例如公務員的薪酬 什麼級別都有個固定機制的 每年加多少點 全部都是定好了 相反另一種就叫做公營公司 例如海洋公園 你聽過名字都知道 應該不是正式的政府部門 公營公司只是政府擁有 它的運作方式 就不會跟回公務員的機制 比較靈活一點 公營企業有什麼優點 首先政府的規模應該是最龐大的 它應該的資訊資料都比較多些 另外有些服務 由政府提供比較便宜一些 例如一些食水 醫療教育 即是一些貧富的大眾 都可以享用到 第三政府是最大的財力 最有錢是政府 如果貸款的話 通常的條件會好些 以及也能借到 下面 Past Paper就問過了 公營公司 相對於私營機構有兩個好處 最難的就是同學不知道什麼叫公營公司 可能它搭載了這些水務局 其實叫政府部門 然後兩個好處 其實這個筆記都有了 我不再多說 或者我們先去到這裏 就是